你要说山西的面,你不能只说面 要说几千年前,小麦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从西亚传入我国 要说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,山西的面食历史就长达两千年之久 要说世界面食在中国,中国面食在山西 要说中国面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要说中国传统面食制作记忆 要说一样面百样做,一样面百样吃 要说中国五大面食之一刀削面 要说在外游子细细念念的一口香愁 要说刻在山西人DNA里的家乡味道 你最喜欢山西的哪一种面